字幕志愿者 台北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方舍老师 好的 感谢曾伟各位 又到了礼拜五 这个运作了五天 大家也要好好的在六日里面 这个好好的一个养金蓄锐 迎接下礼拜持续 转不完的一个行情 当然今天的一个数据很多 最关键性的就是 刚刚公布的台积电营收 各位到底好不好 你想说老师 被你预估的真的是烂爆 各位 其实我告诉你 我原先预估的是跌破2000亿 所以他还2060亿 我认为是优于我的预期 各位 你不要想说老师 真的是烂透 人家10月份营收公布的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你 技术派不是都说跳空对不对 要开始涨了对不对 结果完全不涨 有没有 最高才来到585 我就告诉你说问题大了 因为除了后面 他去调高第四季的一个 财务预测之外台积电找不出理由 往上涨是不是 因为他10月份营收就达成 整个第四季的财务预测的事成 那你换句话 11月跟12月份就惨了 人家是倒吃甘蔗 他是什么 他是见入困境 不是见入加境 是见入困境 各位 所以你看今天出来的数字 但是我不是泼你冷水 因为这都在我们预期当中 而且蔡老师也告诉你 这比我想象中还要来得好 我原先预估值是跌破2000亿 各位你知道吗 因为10月份是2432亿 他是占这个第四季财务预测的四成 另外六成就是两个月去奔奔 去奔奔的 去骚骚的 本来又不好 所以你也不要很shuck 那今天去追高的保重 因为我一直觉得下礼拜一的一个下沙低点 才是很好的买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台积电这个数字 其实基本上就是月减15.3% 年减7.5 公布了 公布了就公布吧 反正未来的一个台积电是一定走长多 短线上的一个波动波折 各位不要灰心 因为他有强大的调升股息 做什么 做支撑 所以礼拜一的一个买点在多少 有需要的话 蔡老师再偷偷跟你讲 那今天的一个台积电这样做震荡 又起不起来 其实我不希望今天台积电涨 但是因为新台币涨成这样 所以市场做一些导向 所以台积电涨很多个股就开高 就给你洗盘 因为这种盘面已经投机化到了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用形容词 对不对 因为政策鼓励你投机嘛 做当冲还不投机吗 是吧 不用我再讲了吧 是不是 2330的一个台积电 还是一样维持横盘 从10月份公布之后 几乎也没有好一天的光景 只有技术派每天在那边叫嚣 叫嚣 叫嚣的一个月 所以不要再去看技术派解盘 99%的同业都在技术派 各位 你要知道内容 股票会涨是因为它的内容 不是技术面 各位 昨天三大法人都在卖 各位这边借券 微幅的增加 所以今天走短空 短多 就是加这些短空单 但是我看了一下也没 也没几千兆也不重要 好不好 期待下礼拜一的买点 台积电升股息 对不对 所以非常好 三块钱才配发两季 那下礼拜四又要配发股息 下礼拜四是最后一次领三块钱 明年的话就领3.5块 所以也非常好 台积电明年会优于大盘 半信半疑就对了 那花期期不及花期 九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外资券商 也都喊到700块以上 都没准的 但是有参考信 看他们讲的内容 关键是内容 不是在这些表象 不是热闹 是门道 明年半老底的一个市场 2024年要大反弹 今天更进一步的讲说 要反弹两成 越来越有这个样子了 那事实也如此 因为我们抓的是矽金云 你可能不晓得 蔡老师昨天晚上讲的就是 六四八八的环球金 环球金连续叠两天 我干嘛昨天晚上去讲环球金 你一定想说 老师你又对白雷 同业一样 那上去吹嘘这些 掌停板不就好了 这样的话 蔡老师的灵魂不就见卖了吗 各位这跟我的一个 个人的做人原则不一样 因为我们看的是矽金元 整个未来三年 2024 2025 2026 都是大好 所以我才会讲说明年 其实降息是必然的 现在还有人在讲说 有时候降息不见得会涨 我也搞不清楚 那是什么心态 但是电子股应该会大红大纸 矽金元整个整个起来 来先把蔡老师的祝福 放在你心里 仔细的上课了好不好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来蔡老师这边就是多懂一些台湾股市的内容 好不好 不是一天到晚在跟你打亚谜 或者是什么 讲数字 99%都在讲数字 我这10块买不1千块 你贪几倍 99块 不要再说 各位回到我们宝贵的时间来 礼拜一大盘 周一效应是不是一个礼拜的缩影 对吧 开高走低 但是跌幅有限 尾盘跌16点 决定了 这个礼拜就是这么走 你说老师 你都这样直接断未来盘 我断了20几年 你现在看到的 还是蔡老师在做收盘 还在跟你做盘后 谁准 各位 这礼拜一12月4号 有没有 创波段新高 总共波段涨了1541点 来礼拜二 蔡老师要不准 你看你看 168点 跌4收盾还是跌93点 没关系 记一下记账上 对不对 后面一起付清 对不对 有没有 是不是 结果礼拜二的低点就是最低点 礼拜三是不是涨不太起来 对嘛 跟礼拜一的盘一样 你还不懂吗 涨111点就收链 涨4收链 变成涨32点 是吧 高档区间震荡 有没有 那昨天来 昨天开平高之后给你跌81点 几乎收在最低 因为昨天最低跌87点 我是不是就跟你讲说 这样的走法代表礼拜五就要涨了 我真这么说的啊 因为我的所有解盘都上传网路 而且现在本电视台的一个收视率这么高 全台湾股民几乎都在看蔡老师怎么断盘 对不对 有公信力吧 当人有公信力嘛 不然你怎么会看得到我 对不对 这昨天嘛 今天有没有涨 你看看外资也没卖 外资也没买 投信小买8亿 自营商还卖第七天卖55亿 蔡老师说拜五买去 当不去 结束了又有去 是不是我对 大户昨天 再怎么心不甘情不愿 还是借券减少 连续五天减少 是不是 有没有 12月份减少了43万张 11月份行情涨了1500点 才减了55万张 12月份已经减少43万张 后面还有大航行 各位来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讲 这个政治的东西了 因为八大公股 他买不买爱不爱台湾 我也不清楚 反正如果搞不好 政府换个主管 对不对 或者换个总统 是不是这些八大航库的 董事长都要换掉 应该是这样 是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心不甘情不愿 要复盘吗 所以我也觉得 没有参考性质 不过他们昨天真的是 有在偷卖重点 来 来各位 道琼科技股跟费办 今天早上来 道琼涨62点 科技股大涨费办大涨 对不对 日经大跌是因为 日元昨天大升值 因为他们要结束 负利率时代的折磨 其实这也是对的 大环境动荡了 开始动荡了 来 10年美债殖利率 昨天微幅的一个反弹 也没有用 依旧是弱势 有没有4.155嘛 对不对 苹果昨天股价创新高 来 再来科技股 NVIDIA涨了2块4也不错 关键是发表新产品 MI300的超微 大涨了快10% 9.89% 那今天很多的一个什么 一个AI的个股开高走低 我也告诉你 因为定价没出来 所以说META跟微人说要买 他们家的事情 关键是定价 而且 辉达后面还有H200 明年年中之后还要发表V100 人家早就都准备后手了 对不对 超微对决辉达 怎么对决1比9 市场9成都是辉达的 只剩下超微想要吃这一成的一个系列 对不对 那有梦想当然好 你也可以跟着有梦想的一直去吃苦 对不对 但是有必要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辉达会大赢 这个当然讲整个产业趋势会爆炸性成长 是不是对吧 所以你来看看这个影响我们比较大 来各位日元昨天 大升值147升到141对美元 这边货币要转强了 日元昨天是一年来单日最大涨幅 各位对不对 然后12月19号会不会扭转目前的宽松胜测 现在目前市场占4成 所谓扭转 这个会影响到你我 来各位 台币今天升值了一个两角最高 然后早上收盘是升值了1.69角 所以全职股今天做一个补涨 所以得出结论 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最高涨186点 对不对 然后收盘涨105点 很好啊 是不是高档趋势 趋劲震荡盘 没错吗 是不是跌幅有限 你都没还了 所以这个才是高手在断盘 不是在结束之后 再跟你抓技术指标 哪边是超买哪边是超卖 那个幼稚园也会解 是吧 所以不要看幼稚园解盘 各位 来12月8号礼拜五 来今天 来今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说12月4号下礼拜四不升值 98.6 这边说要降一码 我是稍微忍住我的效益 1.4% 这基本上是不可能 联准会要怎么认输 他也不可能在12月底跟你讲 降息一码 对不对 但是明年3月份好玩 各位 明年3月份降一码 目前还是高达半数以上55.4% 有没有 然后降两码是9% 今天一早看到这个我笑了 跑出了降三码的几率0.1 这个如果在人家说的一个比赛 这边赛马还是赛果 这个赔率很高 对不对 明年3月降三码的几率0.1% 好笑吧 那不管了 来 今天台积电是嘎空 但是联巴科可能是首业基面 联巴科的一个涨势比较凌厉 各位 是不是 之前高点953 今天最高来到946 那联巴科也是在下午 接近5点 5点钟的所有会公布营收 那我认为说台积电营收已经出来 联巴科营收 不可能跟台积电共五 所以联巴科独走是有可能的 那目前市场上 上1000块的有11档 现在最近刚刚上去的是这个M31 那你会认为说联巴科下礼拜要上去吗 我希望 但是最快的不是联巴科 最快的可能是加折 加折今天来到995块 连接机的加折 我都有介绍过 等一下再跟你讲 也都创波段新高 所以你看联巴科706块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是 所以就看下午5点 好不好 得出结论 那因为手机复苏 整个联巴科 这个iOS的一个市场 整个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一个乐观 那关键就是世新 全市场我都已经 不要在家注解了 我说过 如果我是政策的操盘手 手上有2000亿资金 我都不用去选股 我就all in世新KY 我让全台湾的一个劳工朋友 全台湾的股民朋友都开心 我这样错了吗 蔡老师不是政治 我这样错了吗 你认为我这样错了吗 我每天都这样跟你讲 今天这个世新KY 各位再创历史新高 各位 劳动部不用把钱拨给我 我也不想帮你们操盘 各位乱买一堆 各位是不是 有没有 三四四五 是不是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可不可以卖 收盘跌又怎样 有大跌吗 创新高的股票 要不要卖当然是自由心证 但是你不用再说今天他跌到平板下那边做文章 各位是不是来看看技嘉 这不是礼拜二礼拜三跟你讲的吗 有没有 当时来多少 二三三 今天的技嘉公道271.5 今天技嘉 技嘉各位 一样九月十月都两个月的一个营收新高 11月份 我认为应该有机会 但是纵使没有历史新高 我也不会觉得技嘉后事会看不好 因为人家法人是直接看到明年元月份大涨 很恐怖 年增率我如果没记错是年增175% 所以你看高盛全部都点名 各位这些AI三剑客包括华硕 你看全部都点名 AI链 这个不是在超微今天早上大涨才跟你点名的 各位有没有 所以你再来看看其他的个股 雅力 这从上礼拜二我就已经跟你讲 礼拜一还跟你说政策就是压重电跟什么 风电 那风电我没办法跟你介绍 因为我本身嗤之以鼻 对不对 我没办法介绍那些 我不认同的一个产业面的个股 但是风电 我觉得我能够认同 所以我跟你讲的一个1514的雅力 是不是天天涨 今天是不是来到90块 这昨天865 今天来到90块 对不对 然后我当初介绍的时候32块亚力 1514 今天来到多少 90块 你看蔡老师介绍的都有评有据 而且都不是市场上其他同业能够模仿的 大同也一样 集团股 对不对 持续介绍几天的今天公道的44.25 也是在创近期新高 所以我这边跟各位打气加油 好不好 还没加入赖生活圈的 你搜寻品风 赖生活圈 欢迎你加入 这是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蔡老师的节目时间 感谢各位热情相挺 持续都是全市场第一名 我们会持续赢下去 好不好 所以股市中每人无时无刻都在犯错 减少犯错是你的第一要务 你减少犯错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来帮你减少你的一个犯错 好不好 你买股票 要赶快来问蔡老师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9周年 我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好不好 各位赶快跟上来 战胜恐惧只有一条路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一回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议员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来 时间有限 赶一下进度 衷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周修愉快 那知识的投资 才能够获得最棒的利润 你一定认同 不然读书要干嘛 对不对 AI镜像电 这都是蔡老师之前跟你讲的 我们都会持续跟你追踪 包括现阶段等11月份营收出来 我都会直接每一档每一档跟你讲 好不好 因为都会创历史新高的 金像电今天来到243.5 历史新高是250块 剩下7块就过了 这是25年来的一个波段新高 金像电 这我们也都赚得饱饱的 各位你看蔡老师在讲 绝对不是马后炮的节目 都有评有据 这跟蔡老师 而且我都是在电视台录 我不是在自家摄影棚 在那边 乱讲一通也没公信力 我们这个都是Live的节目 各位是不是 建策来来来 这礼拜三刚讲的 来3653军热片建策 今天来到674近期新高 礼拜三还大跌 证据给你看 礼拜三是不是跌17块 跌2.62 633建策军热片 3653 是喔 是蔡老师 对吗 3653 散热模组 加折这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现在要跑出第12支 这是千金股 可能是加折 加折今天最高已经来到995了 已经历史新高了 蔡老师当初讲加折的时候 912 加折 各位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东西 真的都是很有公信力的 而且不是好的股票 不会入我的眼 也不会做成产业介绍 让各位去赚钱 就像至上一样 812至上 各位 今天至上后面拉涨停 历史新高 蔡老师当初讲至上的时候 不到50块 至上 对嘞 是不是 电子通路 三大 营收 茂逊 今天也快到100块了 讲的时候62块 各位 强固型电脑 各位 历程 历程我也讲过 今天123.5 来历程101 各位有没有 是吧 所以得出结论 不要急好不好 行情不是 你急就有钱赚 你先拿起手机 加入蔡老师的Line生活圈 有问题都可以问 蔡老师的节目时段 已经够你用了 今天礼拜我没办法 蔡老师晚上要去小酌一杯 好不好 庆祝一下 好吧 无法改变 你当赌徒的宿命 但是我能够塑造你当投资家的未来 所以你买股票有问老师吗 一定要问老师 庆祝本公司成立满19周年 给各位感受最大的温暖 好吧 战胜恐惧只有一条路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家政却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